大家好,我是叶子 咱们今天来分享简单又美味的家常蒸肉的做法 今天的蒸肉我们选用的是瘦肉来制作 首先把瘦肉切成大约3毫米厚的大片 这样吃起来口感比较有嚼劲 切好的肉片先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开始腌制 在里面加入适量的盐 加入适量的鸡精 加入适量的生抽 加入少许的老抽略味上色 加入适量的蚝油提鲜 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加入适量的五香粉 加入适量的料酒去腥 这里还准备了适量的米酒能够起到增鲜去腥的效果 把米酒水添加适量在里面 然后把肉片充分的抓拌均匀 减量多抓拌一下让它充分的吸收调料的味道 肉片拌制到非常有弹性而且顺滑粘稠的状态 这个时候在里面加入适量的米粉 接下来把米粉和肉片充分的抓拌均匀 尽量拌制到每一块肉片都均匀的裹上米粉 拌匀后再从表面淋入适量的香油 既可以增加它的香味 也能够让它的肉质更加的嫩滑 把它充分的拌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适量的土豆把它切成大块 如果没有土豆也可以用南瓜或者是红薯来制作 切好的土豆块在里面撒入适量的盐增加底味 拌匀的土豆把它倒入一个大一点的盘中 均匀的摊开 接下来把拌好的肉片均匀的铺在土豆上面 把它放入到蒸锅后 在表面放上几片生姜和葱段 这样可以起到去腥增香的效果 用大火蒸制30分钟 最后撒入适量的葱花 这样一道鲜香软糯又简单的家常蒸肉 我们就做好了 我是燕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